大陸广东的这个小区的监视器 录下这个画面 可以看到呢 是一个鳄鱼呢 从20层楼高嘴楼下来 那么碰一声巨响 来看一下怎么一回事 那么居民一开始以为是玩具 没想到仔细一看 是一只真的鳄鱼赶紧报警 很多人围观 说天上钓鳄鱼 我就跑去看了 确实是天上钓鳄鱼 一米多不到两米嘛 几十斤咯 鳄鱼也没有晓得了呀 挺高摔下来嘛 然后就可能摔晕了吧 然后物业找着消防和警察 过来把他抓走了 没有砸到人 但是这么大一只鳄鱼 还挺危险的 感慨我们大深圳 还是无期不游 那么这个物业呢 就找到四祖刘先生 他说他是十多年前 在广东的一个养殖场买的 那么买来之后呢 就把它养在这个阳台的鱼缸里面 没有想到他们刚好外出的时候 这个鳄鱼呢 就从上面跳了下来 直接摔到一楼 那么这一摔也造成了 居民严重的一个惊吓 他感到非常的抱歉 那么这一只呢 离家出走的鳄鱼呢 他的下场也真的是 被养殖场给带走了 因为小区是禁止饰养 这么凶猛的动物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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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